好,开局双方选手对APM标到了将近500多 那从这个数字来看 这一场对决注定是一场火药味拉满的对决 好,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决 也就是120和INFO的NUN局第二场较量 而地图选择是LT失落的神庙 这张地图相当的经典 出生在地图12点钟位置 是蓝色的人族IDINFO INFO的话最近人组用的比较的多 那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支持而后勇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等平川慢慢到来 好,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大概是8点钟位置 红色的王林ID120 120是一个天津人 天津人骨子里都是特别的幽默 所以120有时候说的话也是比较的逗 最近的话有一次参加这个线下比赛 120表示 因为不是四皇而是四菜 一时击沉千层浪 可能双方选手之间没觉得是吧 但是观众反应是比较大的 呃,堂堂四皇在120嘴里变成了四菜 所以这一次特意啊 有老板邀请两位选手 打一个BO5 来,到底是四皇还是四菜 是吧,一战便知 好,双方的第二场交流 我们看一下120 哎,英雄改变了啊 首发的是地穴领主 小强了 第一局 120首发的是巫妖 那第二局他改成了地穴领主 INFO的话 二英雄还是大法师 没有变化 那从出生点位来看的话 这一局是人族领先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人族开的矿 离不死族比较远 但是不死族开这个矿 那人族骚扰起来就非常的方便了 好,从出生点位来看 人族优势 那后续打法 看看双方的一个发挥啊 120开局 哎,还是打算开个矿 上来腐蚀之力一扔 嘿,贼舒服 最近平川啊 完了一下1.27 1.27不死族的差距是真的大 1.27不死族 要小有腐蚀之地 必须先造坟场 那1.36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坟场这边不用造 直接有腐蚀之地 好,我们看一下开局 INFO是练完分矿之后 来,去中间骚扰一波 目前来看的话 INFO,哎呀 侦查了两个点位都没有侦查到 那懂了啊 原来就在自己的隔壁 好,隔壁的话好啊 这个出生点位有利于人族 那INFO骑着自己的大马 来,去追杀一下对手 好,双方相遇了 大马师水元素一招 哦呦 小强直接一个戳 然后一个围杀 哦呦 120这个操作 给力啊 大马师表示 腿了呀 转角欲见爱 转角就被围杀了 那双方相遇 人族交了一个TP 哎呀 这出生点位的优势 感觉一会儿就没了 那接下来看看怎么打 这边地穴领主 有小甲虫 远远不断的骚扰 INFO这一边的话 哦呦 疯狂没有造塔 那这一波说实话 有点危险了啊 大马师自身这个状态 也不是特别好 交TP交晚了 以为可以自己 是吧 破口而出 结果没有 那大马师这波怎么办 哦呦 小强来了 这一波110 进攻节奏 打得非常的紧凑 那大马师先撤 这边民兵敲出来 水元素招出来 这边小强 招两个小甲虫好 双方开始混战了啊 那我们去看一下 120现在首先的目标 是把人责的农民给干掉 哎 就是让你的分框 一时半会开不出来 然后自己用一两个小单位 消耗大马师的一个血线 消耗的差不多 小强一个戳 哎 就送大马师上西天啊 那这一波的话 因为的分框 非常非常的难 虽然暂时开出来了 但是农民还是死的有点多 这边120的骚扰兵 没有结束啊 一不知不觉 来了一个围杀 哎 一个步兵解决掉 大马师的话 想走又不敢走 你走了分框怎么办 你不走 自己状态也是有点差 好 大马师追杀一下 这边的一个小狗 追杀完之后 哎 这里又一条小狗 哦呦 反补掉 120 手速还是比较的热 这边的话 农民解决的差不多 大马师 来来来 找机会继续去追杀一下 残血的单位 可惜了啊 这个甲虫跑了 小强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那这一波经验值 小强2.9级 大马师2.6 大马师可以招水元素 继续招水元素 这一局完全就靠水元素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 大马师迟迟不能到3 一级水元素和二级水元素 差距还是比较大 来 这个小狗能不能搞掉它 这边的话 玩按 哦 又反补了 我10这个手速是真的热啊 10家里继续出狗 大马师看见这个小强赶紧跑 那分矿的话啊 终于是开好了 那与此同时 110的分矿也开好了 科技情况 110开始升二本 英斐还没有去升二本 英斐的话 前期这个民兵敲的有点多 完了啊 这一局英斐 开矿节奏落后 那资源方面 科技也落后 哎呀 跟第一局比差的有点多 好 那120中间这个点能练一练不 小强啊 泡个温泉 哎呦 这里有一个富特曼好 富特曼为杀 哎 钻出来了 好 大马师也赶了过来 大马师特意买了鞋子 比较灵活一点 这边小强 把这个富特曼干掉 就能升到三 好 步兵的话 走 波罗尼达 大马师也是在这里蹭一蹭 这个温泉 哎呦 能不能反补 没有反补的 那小强 必须临走 升到了三级 三级之后啊 升的是二级的甲虫 找个二级甲虫 大马师继续泡温泉 然后单纯回家守一下 120又拉了一波小狗过来 这一局双方就是拼多箭了啊 大马师还是没有到三 可以 狗子解决掉 来 大马师现在是二点八 离三级还是有一点小距离 好 追杀小狗 来 我继续去追 又一个反补 这一局看到现在啊 前六分钟 120反补 已经反补了三四条小狗了 第四条小狗又反补了 我也有这个操作 确实给力 银飞是加了一号 出了七个富特曼 那现在要出步兵 疯狂防守 二本终于开始升了 但是科技跟不死族相比 落后的有点多 那银飞看看啊 打到现在还没有去 对手的分框看一眼 现在步兵数量多起来之后 应该要去看一眼了 但大马师没有TP啊 过去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哎呦 这个甲虫过来 把大马师的药膏给打断 可以 立功了 资源方面的话 因为现在存款不是特别的多 不过120的木头有点缺 主要是这个狗子拉的有点多 好 丁飞带着自己的八个富特曼 要进攻了 没有去你分框 是吧 第一集的话 拆了这个120分框 拆了六七次 这一次啊 一次还没有拆 好 来了 两根冰塔 等你来 嗯 说实话 不是特别好进攻 来 小强带了兄弟们 找机会一个戳破 哎呦 一条线 大马师 走位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被围住了 好 拆了一个大墓地 那里面的话 握游三根塔都要生好了 这边富特曼要小心啊 如果经验值全被小强吃到 那经验值也撞不少 这边实力学好 还是点掉这条小狗 大马师 走走走 被小强疯狂的白嫖伤害啊 两个二级大水源 这边打小狗 打得不错 富特曼的话 继续杀农民 你矿开了出来 但不能让你踩的 这么的舒服 哎 110这边还想再去 造一下大墓地 大法师继续过来 偷偷点一下 因为这一波 已经是在拼命骚扰了 目前来看啊 骚扰效果还可以 最起码杀了一两个农民 这边小强 能不能再戳一下啊 小强的话 倒是比较谨慎 一只呢 招小甲虫来战斗 毕竟是二级的小甲虫 大法师 二级大水源记招 哎 不过这个时候 不死座二英雄即将出来了啊 三本的话 已经开始升 二英雄的话是DK 因为二英雄山羞 好 两个人都是 过渡到二英雄的 一个阶段 大法师过来一看 哎呀 来晚了呀 主矿居然连冰榻都没有 可惜来晚了 如果早来一点的话 估计撞的更多 哎呦 小心小心 DK过来 一发C 好 水元素解决一下 那这一波的话 120 还是守住了 自己的主矿和分矿 分矿这边 三根塔 确实稳 英飞这一局 看看怎么玩啊 科技进度 并没有领先 好 英飞还是选择出 失旧的一套打法 三失旧龙 呜 三失旧龙 这边木头 都踩一踩 失旧 就是欺负你这个小强 比较笨重 玩对空能力 非常的弱 这一局 看看英飞 后期打了怎么样 这一局的话 开局英飞 还是劣势 原来是被围杀了 开局叫了个TP 好 双方现在分矿 都是比较稳定 120 现在是蜘蛛 蜘蛛的话 后面升购网 打失旧 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家里双突塞场 还是毁灭 毁灭 加上蜘蛛 我有 这个部队 平推能力 非常的强 好 因为二英雄 山丘也是出来了 这个大瓦石的鞋子 特意是给了山丘 让山丘灵活一点 哎 120 看见这里的野怪 动静有点多 过来看一眼 哦 原来在这 英飞的话 把五级的这个野怪 勾到这来点 可以 好 人口五十三十八 还是不死族的人口领先 英飞这一边的话 山丘好 一个锤 你DK走位 有点膨胀 杀DK 另外一边的话 戳一下 有骷髅树放出来 但是小骷髅 有点撑不住 DK 哇 这一局 120很灵活啊 DK特意生了一个吃 你想尾杀我不 那用DK 扛了N多的伤害 完了 这一局 英飞 两波操作 让自己陷入了 巨大的一个劣势 第一波就是 转角英译剑爱 被围杀了 这一波是强杀DK 结果没有杀成功 自己英雄反被击杀 好 英飞 劣势进一步加大 腿了腿了 本来想杀一下这个DK 不过DK的话 没有生光环 生的是一个吃 那也只是形势所迫 好 平等现在 我们看一下 这边四个架 甲虫过来分框一看 只有一根圣塔 一根圣塔 小甲虫操作空间 还是比较的多 这里的话 120想练一下 中间这个温泉波 DK的状态有点差 好 大法师并不让你练 那120这边要等 等盒子过来 盒子过来 说来 他就来了 盒子一来 补给一下 这一边的话 大法师可以 让野怪 和你们陷入三方混战的 一个局面 那120只能被迫 稍微往后拉扯一下 阵型挑战好 然后各个击破 大法师还能骚扰不 大法师也要见好就收 好 英飞撤退 选择练几了 山丘的等级太低了 刚才本以为 可以击杀对手英雄 结果反被杀 那山丘出来之后赶紧练 这山丘没有到三级 后续团战非常难打 120毁灭 即将可以飘了 无辱 三本生蚝 双方三本生蚝 英飞的话 三师救龙 暴师救 现在人口赶紧赶上去 120 73人口来了 三英雄 巫妖 这边二英雄 DK也到了39 这个英雄等级相差有点大 好 三个师就来了 大法师 看见了 赶紧走 哇 你单船走的 大法师本来想回家 补一下状态 就没想到对手就抓了过来 走走走 120 这里有点收了 小强 两个攻转 DK的话 暂时没有TP 好 那没有TP 这一波不死所打的 也是非常的奔放 为了尽快的进攻 没有TP 好 120 八师人口大军 过来了 那英飞也是在迅速报兵 报到了73 那现在的问题是处理完蜘蛛 这个毁灭怎么办 出的全部是失救 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出飞机 好 英飞 冥冰 敲出来 我们看看这一波 能不能守住 这一局英飞的话 英雄等级也非常丢 见面的话 三丘直接被秒了 三丘被秒 生气是个大法师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局面给撑住 冥冰 敲了出来 先把对方的脚甲虫给清理一下 接下来再处理一下蜘蛛 英飞 来 继续报失救 不过现在的资源已经扎到极限了 兵不是特别的多 人口65 62 可以 英飞这一波也是消耗了 220非常多的一个单位 这一边的话 蜘蛛极限拉扯 我这个拉扯很厉害 四面八方拉扯 不是朝着一个方向拉扯 这对于选手来说 要求还是非常的高 好 十九我继续来 两攻一防 攻防升的倒是比较的高 这一局的话 英飞升攻防升的有点多 是不是导致自己出兵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 好了 人口的话 四十九六十八 那越打到后面 不死足这个恢复能力比人组强太多了 人组大法师 来 撤退 跑哪去呢 跑到这边 十九龙一刻也没有停止工作 哦 不过英飞还是打出了积极 退出游戏 我们恭喜一二零 这一局一二零啊 从转角那一波开始就占据了优势 好 这一局打完 手放比分 一比一 打平 喜欢本 喜欢奔赏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步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试曲 李宗盛